长云城张开手 有小兵穿戴披挂 大人 甲咒都送来了 你要不要去见一见兵部的来人 门外有人走进来 说道 长云城摇头 这是张家口的甲咒气血交接 我们就不去了 那人应声出去了 不多时又回来了 手里拿着一封信 大人 您的信 他说 双手递过来 我的信 长云城微微皱眉 是兵部的老爷们烧过来的 本是要当墨北给你的 没想到你在这里正好省了矫程 卫兵说道 兵部 长云城皱眉 已经猜到了个大概 伸手接过 封面上只写着自己的名字 也没有落款 但这把戏可玩不了他 这狗帕的字体 也算是让人过目不忘了 长云城笑道 将信在手里转 看来 看来这次兵部的字体 看来这次兴致不错 比前几次厚多了 想来 骂得很过瘾吧 旁边的兵卫凑过来 看了眼 又是范公子的 长云城 摁了声 将信在手里转 任兵卫 系上护甲 这人可真是 兵卫也忍不住摇头 只是可笑 但却不让人生厌 长云城说道 兵卫惊议了一下 这都不让人生厌 这范公子 已经接连两次写信 乌言碎语的 骂狮子爷 有一次 还在信里 塞了一条干蛤蟆腿 简直太让人恶心了 长云城笑了笑 呵呵 他是为了他吗 说到后边的这个他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只要天下 人人都敬他 爱他 护他 那么 就算是他背负骂名 又如何 只要他好 就好 兵卫整理完最后一件护具 站开了 狮子爷 好了 长云城收回瑕丝 看着手里的信 虽然他知道 范逸琳是为了齐悦出气 但也没必要背着小子恶心 他抬手一弹 小兵准确地接住 长云城抬脚迈步 出去了 临时的监军任务已经完成了 今日他就该启程回末北了 门外 几个身穿五冠冠袍的男人们 大步而来 看到他 远远地就大笑 长云城 亦是大笑地张手过去 双方走近 互相拍打尖头 狮子爷 这就要走了呀 胡须大汉大声说道 看着面前这个 一向只被自己 归为小白脸行列的男人 竟然有些不舍 怎么 长云城略意沉脸 大人 是还不服气 胡须大汉一愣 玄机 哈哈大笑 扑扇般的大手 再次重重地 拍长云城的肩头 旁边 几个明显兵部文官官职的人 都有些不忍看 这一巴掌下去 换作自己 是要被抽得 跪在地上了吧 这个张家口的胡蛮子 长云城 却是纹丝不动 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服了服了 胡须大汉大声地喊道 哥哥我是服了你了 以后世子爷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哥哥我有半句推辞 就不信胡 长云城笑了 旧手揽住他的肩头 哈哈 那就不客气 你先把你这里的好酒 给我偷偷地装上一车 送去墨碑 我们那边的兔崽子们 都馋红了眼了 胡须大汉再次爆发出大笑 这边的人看着 忍不住揉了揉耳朵 又满脸的好奇 这胡蛮蛮子什么时候 这么爱笑过 真不敢相信 就是这家伙 胆大包天地将监军 吴太监打个半死 扔出城 这等不讲理的 偏偏又战功赫赫的人物 最是让人难对付的 没想到 在世子爷面前 欢快得如同一匹小马 这个形容词冒出来 让这几人都恶心了一下 忙甩开 好容易打发走了胡须大汉 几个兵部的人 才有机会上前 世子爷是要往墨北去 其中一个问 长云城点点头 不如这样 世子爷和我们一起回京城吧 他们说 长云城愣了下 监军事务已经完毕 各地都回京城 朝里的意思是 让世子爷也去 这个 我毕竟只是待赞 文书什么的 我都写好了 还是让老爷们 拿回去回禀陛下吧 别别 世子爷 还是您亲自去说何事 这是孔大人再三叮嘱我们的 一个忙说道 京城啊 长云城不由地 看向南边 那里离他近了些吧 说不定还能见到呢 只是不知道 这么久了 再见到的话 他是否还是他 或者已经是他人父 长云城不由攥紧了拳头 干硬的指甲扎尽手心 好 他转过头 对着几人笑着点头 那么 恭敬不如从命 李童捧着几个奏折 脚步匆匆地站到了遗和殿前 大殿四周 肃立着跨着腰刀 身穿进卫服的卫士们 廊下则是势力者的太监们 日头正午 鸭雀无声 李童不由咽了咽口水 这是他第一天当差 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一时间站在台阶下 半日没动 一个太监看到了 冲他招手 李童硬着头皮 抖着上前 陛下要的东阳振栽的折子 他颤声说 太监看他一眼 新来的 他问 看着男人脸上 密密麻麻的汗 不由想笑 这是哪里来的菜鸟啊 他笑眯眯的眼神 让李童打个机灵 想到家里的主妇 忙从袖子里摸出一个红包 劳烦公公通报一声 他说道 一面抖着手递过去 哟 还不错嘛 太监笑着 不动声色 行云流水的结果 等着 他说完 转身进去了 李童的心 咚咚咚的跳 只觉得 后背的衣裳都湿了 似乎过了一辈子 那太监出来了 请进吧 他笑眯眯的说 一面白手 两边的太监 立刻一起拉开了门 早晚得有这么一次 到了这个时候 李童反而平静下来了 抬脚进去 大殿里扩廊 燃香缭绕 李童也不敢抬头 在门口 在门口站了会儿 咽了口口水 陛下 他举起折子 失离开口 声音到底是有些沙哑 这里 一个有些慵懒的声音说道 李童大着胆子 抬起头 正面的龙椅上 空无一人 他愣了下 这里 声音又说道 李童这才看过去 在大殿的右侧 垂地沙漫后 有个人影坐着 他大着胆子走过去 掀起沙漫进去了 这才 即那日之后 再次见到皇帝 皇帝坐在罗汉床上 被一堆走折围着 此时 他正低头 看着一个 并没有因为李童进来 而抬头停下 李童躬身 举起奏折 陛下 帮着吧 皇帝看折子很快 这一问一答 就一本看完 换了另一个 李童看着面前 前后左右的奏折 不知道手里的这个 该往哪里放 皇帝这才抬起头 哦 他说着 眯着眼打亮 信来的 李童盲空身失礼 应声是 皇帝已经不记得他了吧 他要怎么自我介绍呢 在家里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了 但真正到了皇帝跟前 脑子却是一片空白 你祖父好些了吧 一个声音从头顶飘来 李童愣了下 好了 好了 他结结巴巴 打道 皇帝笑了 放下手里的奏折 看他 你祖父 脑子没事吧 就你 这军前应对的样子 他真敢把你送来啊 这是爱护你呢 还是准备害你呢 曾经在家里练习过各种对话 但这种 这种 李童傻眼 皇帝看着他 微微一笑 一下一下地 敲着手中的奏折 也不说话 似乎就要等个答案 大殿里 一下子安静下来 谢陛下龙恩 李童呼地跪下来 叩头 皇帝有些意外 换了个姿势坐着 谢阵做什么 是因为陛下 臣才有了今日 李童伏地说道 皇帝笑了 哦 怎么因为阵了 臣 鲁顿不堪 又 又是数子 原本连京城都待不下了 更不会有今日 军前应对的机会 这一切 都是因为臣德性与陛下 说过两句话 所以 臣今日这一切 都是陛下所赐 李童颤声地说 说着说着 想到自己这几日 在家中 天上地下的变化 想到妹妹 也终于摆脱了 那噩梦般的婚事 自己不仅 不用离京求生 反而一跃 进入内阁 得以在军前行走 往日 那些正眼 都不看自己一眼的人 对自己的恭维讨好 他鼻头一酸 自从事情发生以来 他时刻被幸福包围着 走到哪里 笑到哪里 没想到 到了皇帝这里 无比的安静之下 那些纷扰嘈杂落去 反而觉得心酸 臣得此一次 死而无憾了 他哽咽地说 皇帝看着他 扑吃笑了 奏折放这里 这里是朕没看过的 话题转开了 李同一时 没反应过来 放下吧 丝纸很闲吗 皇帝又说 用奏折 敲了敲床板 李同忙起身 按照皇帝的锁指 将奏折放下 皇帝又低下头 接着看奏折 他也不用笔 就用手指 粘着一旁的墨 这一下 那一下的 在奏折上点点 听说 这是皇帝 最新迷上的 批阅奏折的方式 为此 还气得四位 世中大人 跪殿门枯告 李同静静立了一刻 确认皇帝 已经认真的 全身心地看奏折 没有话和他说 这才慢慢地 退了出去 刚退出沙漫 皇帝又开口了 那个 李同忙站住 皇帝的声音 也停止了 大殿里静静一刻 没事了 你去吧 李同硬声势 退了出去 皇帝手触着头 望着沙漫 又笑了笑 低下头 接着看奏折 但这安静的时刻 没多久 就被外边的喧闹 打断了 敢在这里喧闹的人 可不多呀 皇帝皱着眉 然后就听到 太监进来了 陛下 朱太医求见 这老东西回来了 皇帝抬抬手 隔着慢张 太监也看得清楚 皇帝的手势 他立刻回身 说了声 宣 话没说完 就有一个人 连滚带爬的进来了 然后连滚带爬的 扑在地上 陛下 他带着哭音喊道 皇帝吓了一跳 看着地下跪着的人 风尘仆仆 蓬头垢面 这一爬一起 光洁的地上 立刻是一层灰土 周毛春 你被人打劫了 陛下 陛下 周毛春抬起头 脸上也是哗乎乎的 看样子 真的要哭出来了 臣得起 娘子 子 皇帝问 一面摇头 带着几分幸灾乐祸 又故作安慰 起来 周毛春用袖子 摸了下鼻子 不是没了 所以让你节哀吗 不是没了 是没了 你这老东西 所以真让你节哀呀 皇帝顺手 用一个奏折砸他 周毛春抬手 打了下脸 没有没了 是陈梅找到 吉娘子 人说 他来京城 皇帝 哈哈笑了 看着周毛春的样子 可以想象 他这一去一回 是如何的狼狈 该 谁让你不听朕 非要自己去卖好 周毛春 又是委屈 又是懊恼 又是无话可说 行了 来京城不更好 快去找你的吉娘子吧 去之前 洗干净点 你这样子 丢震太医院的脸 不说这个倒好 说了这个 周毛春 真哭了 陛下 陛下 那吉娘子又走了 他伏地垂地 喊着 皇帝一愣 玄机爆发出更大的笑声 门外的太监们 对视一眼 陛下好久没有这么大笑了 一个太监低声说道 还是周太医厉害 怪不得陛下如此喜欢他 另一个也低声说 周毛春对于皇帝 将快乐建立于自己的痛苦之上 很是不高兴 抬起头 不顾失忆地看着皇帝 皇帝努力地忍住笑 嗯 那么你快去追吧 免得又错过 陛下追不上了 吉娘子找不到了 周毛春又擦了擦鼻子 说道 皇帝很是好奇 怎么会找不到 不知道啊 就是找不到了 周毛春说着 一面跪行上前几步 陛下 陈特来请陛下 借我警卫君 在下旨 让各地周府 帮臣一起找 皇帝不带他说完 就用奏折又砸了过来 你这老东西 还真敢想 为了找你的欣赏人 竟然算计到阵这里 阵还没有动用这些去找 他说到这里 咳了声 指住话头 找什么 陛下也要找人吗 周毛春 虽然年纪大 但耳聪莫名 顾不得自己已经被拒绝的悲伤 关切地问 滚滚 快去洗洗 你这远点 臭死了 皇帝摆手说道 周毛春 无奈地垂头丧气 走了 其娘子到底去哪里了 好些人百思不得其解 肯定有力去了 范逸林想都不想地说 一面给李同针酒 真是遗憾 还没亲自道谢 李同说着 也让着范逸林 其娘子可不在意这个 范逸林 一副那是我自己人的神情 说道 李同笑了笑 在立步还习惯吧 顾说这个还好 范逸林皱起脸 我估计再等十天半月的 你就见不到我了 李同不解 怎么了 我会累死的 在步里忙 回到家里 还得将一天的事 一五一十地给父亲汇报 然后训话 好容易完了 回到自己院子里 又得给媳妇汇汇报一遍 我就奇怪了 你说我媳妇 干脆在我父亲那里等着 一块听得了 这分两次 不是折腾我吗 累点好 累点好 范逸林举着酒杯 看着窗外 好什么好 好没 我的娘啊 她猛地喊 李同吓了一跳 怎么了 她也跟着 看向窗外 此时 他们坐在 二楼的包厢 窗下对着大街 此时街上 熙熙攘攘 李同刚问完 就见范逸林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手里的酒杯 砸了下去 孙子 终于落到爷爷手里了 范逸林大声地喊 整个人都趴在窗户上 李同吓得 盲伸手 死死抱住 看范逸林的样子 眨眼间 就要跳下去了 到底是怎么了 她跟着看过去 街上人来人往 红男绿女 老少兮兮 不知道哪个倒霉的 被范逸林砸到 有三四个人 正抬头看过来 虽然这其中 没有范逸林的目标 因为 她转身又从桌上 胡乱地抓起 酒杯酒壶 孙子 你给爷爷站住 她大声地喊 将手里的东西 狠狠地砸了下去 街上终于一阵混乱 人群尖叫着 四散躲开 让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显露出来 她抬起头 看过来 面色冷俊 浓眉微皱 楼上楼下 四目相望